火里来水里去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今年特别以 基隆市消防局第二大队中山消防分队分队长林婉柔 以及第一大队仁爱消防分队队员李怡芳两个人 担任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并且在正兵国小播放影片也邀请主角本人现身说法 鼓励小朋友勇敢追逐实现梦想 当然如果在你们更大的时候 你们面对这个社会是非常多远的非常广泛的 你们可能会失去了你们的方向 所以你们也要练习找到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事物 去做练习 那如果说你遇到了挫折的话 你也要练习如何接受挫折 接受失败再好好地重新出发 10月11号是台湾女孩日 主办单位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特别发表委托怀宇基金会拍摄 名为基隆女孩涌创未来的影片 在片尾社会处长杨玉欣也呼吁社会共同提升女孩权益 翻转职场性别刻板印象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市派秘书江志强以及环宇基金会总监黄子豪等人 都参加这场活动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更是有感而发表示 当年她的父亲就遗憾地说过 如果邱佩玲是男生该有多好呢 副市长邱佩玲鼓励现场的女学童们 大家都很棒 邱爷爷的遗憾不会再存在 大家跟男生一样都会成为社会上的佼佼者 是亲友们的骄傲 所以爷爷跟我讲说 他最大遗憾 他最大遗憾是什么 他最大遗憾是 我如果是男生的多好 我也是一直很努力 然后表现得 尽量表现得很好 可是我爸妈最常告诉我说 如果你是女生多好 我今天看到这个活动 我会感觉出事 我父亲如果知道 德兰女孩子也会有点偏 女孩子他就不希望 上海前一定要待在家里面 他都是一定要三成四个 只能做败 做败 他可以拥有自己的天地 我父亲一定很开心的 我觉得我父亲当时不晓得有这样的活动 我如果知道有这样的活动 我一定会跟他说 所以我今天会想的是 你们都很棒 你们有一些初爷爷的遗憾 不会再存在了 所有再会的女孩子 你一定会跟我们的男生女 都是一样 是社会当中的交交者 使清我们的骄傲 其实副市长的鼓励 谁说不是呢 活动现场除了影片主角 消防女孩之外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本人 消防局副局长 王毅英 社会处检任秘书陈淑珍 教育处督学郭嘉文 以及正宾国小校长王佩兰 等女性的成功 就是小女孩们学习竹梦的最佳典范 也是越来越进步 男女平权社会的具体表现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